近期,深居中国内陆的西北师范大学与相隔万里的泰国华文教师工会合作举办的华文云课堂上线,并且推出为期多日的汉字文化与汉字教学系列课堂,诸丽海外华文教育停课不停学。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李乐在其直播室向中心社记者介绍,此次直播相比以往线上教学有所改进,课程聚焦汉字教育,共分为汉字起源与演变,六书与汉字构字,汉字教学,汉字文化,汉字信息处理等课程。 在Facebook丁丁双徐道直播,采用微客家研讨的云上课堂新模式,讲述中华汉字故事。 我们之前的线上教学就是一张PPT放到底,就是从开始,而且只是共享屏幕,我们在整个线上教学当中是看不到老师的,只能听到老师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次线上教学已经对以往的这种线上教学有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微课的形式,老师会出进微课的讲解,然后那么在微课讲完,我们也在演播室这样的一种模拟的环境下,有专家,然后有现场的留学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接下来就是跟他们这种实体的互动,可能就只能通过一些网上的这样的一种传播手段,对,像丁丁啊,Facebook这些,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再进行一个线上的留言,我们进行一个线下的回答。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武和平像记者表示,互联网让全世界更多的人都可以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线上教学是疫情之下的应急之举,未来将逐渐成为常态,探索与线下教育融合贯通,促进华文教育多元化发展。 这个泰国的这个呢,就是把我们的优势就充分的表达出来,因为以前呢,我们西北师范大学在泰国基本上参与的不多,因为地理距离的原因, 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这个互联网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因为互联网是可以突破这种时空上的限制,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一个专题,想这个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西北师范大,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汉字文化和汉字教学的方法呢,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在理念上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线上的教学方式,经过本次的一关疫情以后呢,实际上是已经提速了,整个的这个各国都在建立这个网络教学的基础设施和教学平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这些提速了以后呢,剩下的下一步呢,我觉得应该是提制的问题。 据悉,泰国华文教师工会于1984年获批成立,旨在增进泰国华文教师间合作,推广华文教育工作,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促进泰中传统友谊和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2012年,中国国务院乔务办公室西北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地在兰州成立,致力于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与人才培养。 该校每年向泰国派遣国际汉语教学的志愿者,接受泰国华侨华人子女来中国进行寻根之旅的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活动。